全能神话语朗诵 带领工人的职责 带领工人的职责 十六 神所做的工作 神所发表的真理 总是超乎人的想象 又总是出乎人的观念 人怎么测也测不透 怎么衡量也衡量不出来 不知道神做工到底是什么方式 要达到什么目的 最后有些人心里就怀疑了 神到底存不存在 神到底在哪儿啊 神一直在发表真理 发表的也太多了吧 不是说要把我们 带进神的国度吗 我们什么时候 能进到天国里呀 到现在这些事 怎么就不应验 不对线呢 到底还有几年呢 总说神的日子 就在眼前了 这个眼前都说了几年了 怎么就那么遥远 看不到头呢 这些都是什么话呀 为什么听了那么多讲道 丝毫不明白真理呢 为什么还总用人的观念想象 来定归神的做工呢 为什么不能根据神的话 来看这些事呢 他们能不能从神的话中 确认神的存在 确认出一条蒙拯救的路啊 他们明不明白 神所说的这些话 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拯救人 明不明白 人只有得着真理 蒙了拯救 才能得着神应许 给人类的一切祝福 从他们所说的这些话 所散布的观念中 都能看出 他们根本就不明白 神到底在做什么 不知道神做这一切工作 说这一切话的目的 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们就是个不信派 听了这么多年的道 在神家混了这么多年 他们得着什么了 连神是否存在都没有确定下来 都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他们在教会中 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笑了一段力之后 没有得到福分 就肆无忌惮地散布观念 迷惑人 搅扰人 他们随随便便说出的话 就是在论断神 论断神的做工 有的人说 我以前认为 神的做工三五年就做完了 没想到现在十年过去了 还没做完 这工作什么时候能做完呢 见证文章不停地写 诗歌视频电影不停地做 福音不停地传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他还问别人 你们是不是也这么想 不管你们怎么想 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我这个人实在 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不像有的人 心里有也不说 就憋着藏着 这可真是太实在了 什么话都敢说 还有更严重的 他说 神的工作如果再不结束 我就该上班上班 该发财发财 该过日子过日子 信神这么多年 我少吃多少好东西 少去多少好地方玩 少享受多少物质生活 我如果不信神 我如果不信神 这些年豪宅也住上了 汽车也开上了 说不定都环游世界好几圈了 想想不信神的那些日子真不错 也挺快活的 虽然虚空点 但是肉体有享受 能吃好的喝好的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没有拘束 信神这些年受了太多苦 太委屈自己了 虽然也得点真理 心里踏实一些 但是这些真理也代替不了 那些肉体享受啊 另外 神的做工总不结束 神总不向人显现 我心里总也不踏实 都说明白真理 得着真理 人就有平安喜乐了 但是有平安喜乐 有什么用啊 肉体享受的也不好啊 这些话在他脑海里 不知过了多少遍 对自己说了多少遍 当他认为自己的观念 有足够的理由能站立住 感觉时机成熟了 他有足够的资格 能对神的做工 平头论足的时候 他的这番言论 这些观念 就不由自主地散布出来了 他散布对神的不满 散布对神做工的观念 与误解 试图迷惑更多的人 误解神 误解神的做工 当然 也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 想拦阻更多的人 为神花费 让他们都放下 手中的本分 都弃绝神 如果教会解散 是最好不过的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得不着福 你们谁也别想得 我把你们搅黄了 你们谁都别想得着真理 得着神所应许的福分 他看不到得福的希望 就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 他自己得不着福 也不希望别人得着 所以 当他散布观念的时候 一方面是在发泄自己的不满 埋怨神的做工 处处不合人的观念想象 埋怨神的做工方式不尽人意 同时 他也想迷惑 拉拢更多的人 误解神 埋怨神 对神产生观念 失去信心 让更多的人 与他一样 因为对神的误解 观念 而弃掉神 教会中 一旦有人散布 对神的观念不满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是不是直接影响了 教会生活的果效 会不会搅扰到 正常的教会生活 与教会的工作 这就影响到 人对神的信心 也影响到人正常的尽本分了 所以 对散布观念这些人 必须加以限制 如果他只是偶尔说说 也要加以限制 加以分辨 看看这个人的人性怎么样 他是一时的消极软弱 还是本性实质有问题 属于一贯不追求真理 还想故意散布观念 迷惑更多的人 搅扰破坏教会生活 如果他只是偶尔的消极软弱 通过交通真理 扶持帮助就可以了 如果不听劝阻 还继续散布观念 搅扰教会生活 甚至使人消极软弱 影响到人正常尽本分 这就属于撒旦的差异了 就应该按照原则 把他清除出去 为什么不给他留有机会呢 你们说 这样的人是不是不信派呀 不管他人性怎么样 这样的人是不信派 不信派就是脉子里的脉子 就应该薅出去 他如果只是有一些不信派的表现 在教会生活中还没有形成搅扰 还能作为教友在教会中效力 对这样的人就不用搭理 但是总散布观念的这类人 他总要释放不信派的观点 言论 他不是说说而已 他的目的是要煽动 迷惑 拉拢更多的人离开神 他的意思是 我得不着福 我就不信了 你们也别想得福 也不能信 你们如果信 万一有一天 你们坚持到最后得着福了 我不就难堪了吗 我心里能平衡吗 那不行 为了我以后不后悔 我都给你们搅散了 让你们都远离神 都背叛神 都跟着我一起退出教会 那最好了 他是这个目的 那这样的不信派 是不是应该清除啊 这就应该清除了 有些不信派 如果他自己不信了 那教会就把他的神话 与书籍收回来 把他除名就完事了 还有一些不信派 对信神这事 对信神的人有些好感 他在教会中 起不到积极正面的作用 只是作为教友 能偶尔帮个忙 这类人虽然不追求真理 也不交通真理 但是他不散布观念 不搅扰教会生活 只要能笑点力 也应该留在教会里 不用清除 但是对总散布观念 这类不信派 那就不客气了 他散布对神的观念误解 搅扰教会生活 对教会工作 形成了打岔搅扰 这类不信派 就是撒旦的差异 他有观念 不但不寻求真理解决 还要散布观念 迷惑神的选民 他自己背叛神 还要找几个人 为他陪葬 他带着这样的居心 搅扰教会工作 神能饶了他吗 不能放过他 这就不是 限制隔离的问题了 就得把他清理出去 永远除名 绝不留情 在教会中 有一些人 始终不追求真理 始终不认识 神怎样做工拯救人 他们在经历一些事后 对神产生了误解 抵触 埋怨 所说的一些话 所做的一些事 都是在散布观念 他们所散布的观念 不仅仅是对神的说话 神的做工领受偏差 或者对神产生误解 有些更严重的是 直接否认神的话是真理 是彻头彻尾的论断神 定罪神 甚至有些是公开的攻击神 他不是站在一个受造之物 一个跟随神之人的角度上 存着顺服的心 解剖认识自己的败坏与悖逆 也不是在接受真理 交通自己对神做工的认识 对神心意的理解 他所说的观念 与这些正面的认识 恰恰相反 人听了之后 不会对神产生认识 也不会产生真实的信 当然也不会加增对神的信心 而是对神的信模糊了 减退了 甚至丧失了 同时对神做工的意想也模糊了 人越听他散布的观念 心里越糊涂 甚至对自己 为什么要信神都不清楚了 对神是否存在都产生了怀疑 对神的话是否是真理 神的说话做工 能否捷径人 拯救人等等 对这些都模糊了 都产生疑问了 人听了他散布的观念 误解的话 就对神有了质疑 防备 心里就开始定归神 对神产生了误解 埋怨 甚至在心里远离神 这就麻烦了 一旦有了这些负面的 反面的思想观点 与筹划打算 那很显然 人所接受的这些信息 言论 都不是合乎正常人性需要的 更谈不上是合乎真理的 肯定百分之百是从撒旦来的 散布观念的人 不管他有什么存心动机 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散布谣言谬论 只要在教会中造成不好的影响 都应该受到限制 当然 在教会生活以外 如果人能发现 能分辨出来 也应该及时地制止 限制 如果有明白真理的人 能够用神的话 或者用自己的认识来反驳他 揭露他 让弟兄姊妹对他有分辨 这样做更好 这是与撒旦争战 如果你没有那个身量 你就学会分辨他 远离他 如果你有身量 你就应该揭露他 你们敢不敢这么做 会不会这么做 这最显明人有无真理实际 有些出信的人 听到这类人散布对神的观念 误解时 就感到惊讶 他会说 人信神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如果没有根基的人 听了这些观念 谬论 会不会消极软弱 会不会接受这些谬论 会不会受迷惑 离开教会 这都是有可能的 散布观念的人说 我再也不相信神了 不管他是在一种 什么情形之下说的这话 都说明他对神 一点信心也没有了 就是个不信派 他散布这话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你听后能不能得着造就 当你软弱的时候 听完这话就感觉 这是与我同病相连的人 他说出他的观念 也说出了我的心声 如果有信心的人 听到这话就觉得 这是大逆不道 这话怎么能说出口呢 这不是亵渎神吗 我可不敢这么说 这是触犯神的性情呀 他能散布这些观念 说明他心里 早就产生这些东西了 已经扎根在心里了 如果在心里刚产生 是萌芽状态 还没有完全形成观念 只要不说出话来 没有对别人构成迷惑搅扰 那还算有点理智 能谨守口舌 免去了被清除这个后果 但他如果说出口了 对教会生活构成搅扰了 那对他就不能再客气了 应该采取记录清除 人不喜爱真理 又没有领受真理的能力 就容易常常产生观念 如果常读神的话 又有领受能力 即使产生观念 也会寻求真理解决 常常散布观念的人 都是被神做工显明淘汰的人 都是丝毫不喜爱真理 接受不了真理的人 都是厌烦真理 仇恨真理的人 这是确定无疑的 在各国各地的教会生活中 散布观念这个事 肯定都存在 因为不喜爱真理的人 是普遍存在的 不追求真理的 厌烦真理的 贪图肉体享受的 不信派 恶人 等等各类人 因为不追求真理 他们对神所说的话 对道成肉身 心里始终存在观念 他们的心被观念沾满 对神充满了想象与要求 对神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不能达到 纯正的领受理解 只是凭着自己的观念 喜好 甚至根据自己的利益得失去理解 他们心里对神满了各种观念想象 与无理的要求 对神满了各种误解 论断等等 所以说这些人散布观念 是自然而然的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只要这类人存在 散布观念这件事情 就时有发生 而且是随时都能发生的事 当神说的一句话 做的一件事 不符合他的观念 意愿 伤害到他利益的时候 他就恼羞成怒了 他就要为自己说话 争取利益 他就要与神 与神的做工来较量 这些人始终站在真理的对立面 站在神的对立面 分析研究神的话 神的性情 以及神的做工 他们在不断地研究 审查神说话做工的正确性 他们还要验证道成的肉身 是否与神的身份 神的地位相符 在他们验证的过程当中 他们很难找到准确的答案 甚至神所说的话 在他们眼里很难兑现 很难应验 这样 他们散布观念 就有了很多内容 他们不分时间地点 不分环境背景的散布观念 当他们对神有任何不满的时候 都会用他们的观念来衡量 如果神的说话做工 不符合他们的观念 他们很快就会把自己的观念 释放出来 这种释放 咱们给他定性为散布 为什么叫散布呢 因为他们所释放的这些东西 对神选民 对教会生活 对神家工作 不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只是搅扰打岔破坏 所以这些言论的发出 称之为散布 这是准确的 对散布观念这类事 有了一些基本的分辨之后 对各种人的错误观念 言论 就应该根据真理 加以解剖分辨 然后按照神家的规定 处理解决 对于解决这类问题 当然带领工人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时 所有神选民 在听了这些交通之后 也有义务 有责任 对散布观念的人 和他们的言论行为 进行揭露解剖 如果你没有勇气 制止它 限制它 那你可以根据神的话 根据你明白的真理 与它交通辩论 辩论的目的是什么 让那些身量小 不明白真理的人 听完之后 能明白 谁说的合乎真理 不是稀里糊涂地 就被人散布的观念 谬论 迷惑了 这对神选民 对教会生活 都有益处 发现不合真理的言论 不管是人的观念 还是谬论 就应该实行辩论 这样辩论 对人有造就 最起码让旁观者 听了之后 能清楚散布观念的人 所说的是观念 也能明白 这些观念 有哪些不合真理的地方 观念的实质是什么 为什么不符合真理 为什么被定性是观念 为什么应该限制 等等 对这些都能有一个准确的看见 而不是稀里糊涂地 被迷惑 被玩弄 虽然人所散布的观念 对神选民的生命进入 与教会生活 能形成一些搅扰破坏 但是对经历这些事的人 也不算什么坏事 最起码能让人长分辨 知道散布观念之人的嘴脸 是什么样的 他们散布观念时 所流露的性情是什么 以及他们所散布的观念 与真理有什么区别 一方面对这些言论有分辨 有了免疫力 另一方面 对这类人也有了一些分辨 知道说哪些话的人是不信派 是丝毫没有真理 对神常常有观念的人 他们的信不是真实的信 最起码会长这些分辨 当然 没临到这些事 你也别随便祷告 说 神啊 求你给我安排环境吧 让我看见 什么是人所散布的观念 看见人散布观念 这可不是好玩的 容易受迷惑 当这些事临到的时候 你也应该正确对待 别放过它 别逃避 要正确面对 用认真严谨的态度 去对待神所给你摆设的 每一样环境 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 要得着真理应该有的态度 当临到有人散布观念的时候 你学会祷告神 神啊 求你与我同在 求你开启我 引导我 使我会分辨这些话 会分辨这类人 也让我能认识到 我里面有没有这些人的观念 祷告之后 你就经历这事 当然 这也是检验你 到底明白了多少真理 有多大身量的时候 一个人在散布观念的时候 如果你听见了 心里没有任何反应与思想 只是像个收音机一样 不管它释放散布 什么观念你都接受 没有任何的抵抗力 也没有任何拒绝的能力 更没有什么分辨的能力 这是不是很麻烦 还有的人听到一些人 释放观念时 心里觉得他说得不对 想与之交通辩论 但不知道怎样说合适 也不知道该怎么揭露解剖 又怕说不过他 弄得面红耳赤 最后败下阵来 还丢面子 下不了台阶 但不与之辩论 还觉得不甘心 我平时听得道不少 明白得也不少 怎么就没话反驳他呢 我对神没观念 我对神有真实的信 怎么反驳谬论的时候 就说不清道不明呢 眼看着散布观念的人 越说越多 越说越离谱 越说越让人恨恶 自己就是不会反驳解剖 也不能站出来揭露他 更不能制止他 心里特别上火着急 这时才发现自己身量太小了 才看见自己所明白的真理 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正确的观点 就是一些支言片语 一些散乱的灵星的亮光想法而已 根本就不是对真理的真实认识 明知道他是在散布观念 迷惑人 他就是个不信派 想揭露他 把他的观点博倒 就是没有合适的 有力的语言 只是勉强地说 就说点皮毛的 根本就打不中要害的理论 经历了这场特殊的事件之后 发现自己身量太小了 觉得 自己怎么这么无能呢 平时讲大道理 一套一套挺能说的 聚会讲一个小时都不在话下 写讲道稿 写三五页都不打出 心里有底 那面对有人这么散布观念 这么论断神 亵渎神 自己怎么就没有意识 没有警觉呢 为什么就不能 给予有力的揭露反驳呢 从中发现什么了 是不是发现自己不明白真理了 有这个发现是好事 还是坏事 好事 终于发现自己的实际身量了 如果没有临到有人散布观念这事 人还觉得自己有身量了 明白真理有分辨了 什么事都能看透 各种属灵道理都会讲 各项真理都能交通一些 如数家珍 结果临到有人散布观念 明知道不对 自己却束手无策 没有一点办法 败下阵来了 这丢不丢人 是不是光彩的事啊 那这事怎么解决 你没有合适的话跟他争辩 你还想不丢人 站住见证 让撒旦彻底蒙羞失败 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们一个高招 如果你看到他散布观念 没完没了 多数人也没有分辨 都受他影响了 但你还说不过他 你就来点厉害的 一拍桌子 你闭嘴 你说的都是什么呀 我虽然说不过你 但我知道你就是个不信派 你看看你说的那些话 有一句合乎真理吗 你享受神多少年恩典了 你有一句赞美神 见证神的话吗 你对神有怨气 有本事 你直接上三层天去跟神说 你别在这儿搅扰 我现在正式命令你滚出去 你们敢不敢这么说 这是不是血气呀 这是向撒旦宣告 你就这么做 告诉他 你这个不信派滚出去 你白享受神那么多恩典 你这个没良心的祸 你不配做人 给他三个字 滚出去 这话怎么样 有劲 但不能乱用 对初信还不明白真理的弟兄姊妹 就不能这么说 对不信派 撒旦的差异 就可以这么不留情面地发号施令 这里是神家 是真正的弟兄姊妹的家 是跟随神之人的家 不是魔鬼撒旦的家 这里不需要魔鬼撒旦 你是魔鬼撒旦 你滚出去 这合不合适 这不是最好的办法 只是因为你们身量小 还没有足够的身量与撒旦征战 才教你们这个办法 其实这不是最理想的 最理想的办法 就是你们若明白许多真理了 对神有真实的信 有真实的认识 能把他驳倒 驳得他体无完肤 让他彻底蒙羞 最后跟大家说 我信不下去了 我见不得人了 我是魔鬼撒旦 我自己退出教会 你们现在没有这个本事 你们就得按我说的办法 来对待这类常常散布观念的人 对教会中出现的常常散布观念的人 是不是都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是不是对散布观念迷惑人的人都会分辨了 主要有几方面言论是散布观念 一方面是针对神的话 另一方面是针对神的做工 再一方面是针对神的性情实质 这几方面的言论 轻一点的是对神的想象谬解 严重的就是对神的论断定罪亵渎 除此之外 还有人产生的一些埋怨 不服不满等消极抵触的言论 总之 散布观念的这些话 都有抵挡神 论断神 定罪神 亵渎神的性质 造成的后果 是让人对神猜测 防备 误解 远离 甚至弃绝 这些应该好分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